说昨天跌得最急,开托线9939 他说旗下有一种新冠的口服药 叫做普克脑胺 其实他们已经去到一个临床测试的阶段 他的公告说到 在治疗非住院患者的三期临床测试当中 中期分析未达到统计学的显著性 意味着药物在治疗非住院新冠患者的 有效性和安全性是诚意的 昨天管理层也向Analyst开一个分析员会议去解话 昨天股价急跌了七成 另外看到比如说信达或者药明巨落都跌得急 但是行业而言就没有相关的消息了 先说了开托约业 你觉得管理层解完话之后会不会有一个反弹呢 其实昨天股价也算是跌得急 是的,我想今次9939开托约业 会学会做一件新的东西 在通告里面提到的 刚才Wendy也提到的 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 大家以后看那些叫做B仔股 看临床试验 记住看着这九个字 如果不是今次9939这样刷下来 大家都未必懂得看 原来去到临床试验三期的时候 究竟如何看它 究竟行不行呢 原来是这九个字 原来不行的话 就会可以对七成这样的 你说出来解话 我觉得纯粹是 我不知道是否叫做解释给投资者听 我是这样所以跌的 就是说是否保获 也不能够用保获 我认为 解释而已 只是安慰 没办法 我真的不行 他自己也说了 也说未来我们会继续做的 看看能不能做到 所以你说未来能不能做到 我想都需要一些时间 没理由说我今天不行 然后明天可以 所以大家真的拼反弹的时候 我想不要太大憧憬 尤其是昨天这么大成交 这么大次阴足 我想都应该有很多分 已经扔了货了 就是这些蟹货 就是摺了那些 你看图的你都知道难搞 所以我自己就 你说真的要炒9.39 纯粹反弹拼不了就要走那种 可以的话就不要拼了 虐股都比较难搞 我自己经常都说 真的虐股不是很熟的 我自己也要选一些ETF去买 等市场帮我选股 因为好像现在这样就麻烦了 就是我踩中了99.39 跌了七成 起码我买的ETF 我昨天就跌了0.1% 就是帮你分散了风险 始终弱的行业就比较宽 和比较转转转到一个点 是平常人未必会成功的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